想要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一起长高高,妈妈就要额外为宝宝补充一些营养元素,以满足成长的需求。 其中DHA鱼干油、钙、铁、铅是最常补充的营养元素。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给宝宝补充呢? 经过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元素的科学补充要点,看看你的股对了没。 1.DHA所称脑黄金,是一种特殊性能的脂肪酸,它是大脑和续毛膜的重要构成成分。 0到3岁是宝宝生长发育快速年龄段,这个时候摄入DHA有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,提高孩子智力。 如何补充? 26个月以后,被宝宝选择一些富含DHA的食物,比如蛋黄泥、鱼泥、鱼肉等。 最适合宝宝吃的鱼有三鱼,筋墙鱼和血鱼,都是DHA的几号来源。 2.鱼干油 鱼干油是一种常用的婴儿腐蚀,主要含有维生素A和B,特别是维生素B,它能帮助宝宝吸收脂肪的肝铃,促进骨骼生长发育的作用。 如果缺乏维生素B,就会造成宝宝血肝,也发沟楼症,甚至是滴血肝症,如何补充? 在婴儿出生后第三,四周就要开始补充鱼干油了。 如果宝宝那便正常,可一直吃到两周岁,到了孩子二到三岁后,饮食品种和户外活动增多,就无需再额外补充鱼干油了。 三,补充隔,干支决定了孩子骨骼生长和发育的重要性,如果宝宝体内缺钙,就会导致骨骼发育脂肪,牙齿蒙出浆碗,严重到还会出现心胸胸,活肺,O型腿,X型腿等症状。 所以,三岁以下的婴儿特别要注意补充,如何补充? 云到六个月内的宝宝,可通过适物足量的母乳或配方奶,来获得每日成价所需的钙质。 而六个月以上的宝宝,由于骨骼发育速度加快,也开始占牙齿了,这时可添加含钙量高的腐蚀,比如蛋糕,肉米,豆腐,鱼,虾米等。 四,补铁,铁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,如果宝宝长期缺铁,就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,如果贫血严重,那么就会影响到宝宝以后的智力发展。 所以妈妈一定要特别注意,如何补充,因为宝宝体内的铁只有六个月的铁储存期,六个月之后,体内铸铁基本消耗,妈妈需要及时添加一些含铁腐蚀, 比如加强铁质的米糊,动物干燥,树肉,蛋黄,奶粉等补充,一岁以后,宝宝入牙基本长期,解决功能逐渐增强,可平时给宝宝吃些黑木耳,芝麻,黄花菜等,乌,补银,银是宝宝生长发育必须的营养素之一,如果宝宝缺银可能会导致厌食,抵抗力差,身材还小,瘦弱,智力发育落后等, 有的也会导致多动症,影响身体正常发育,所以妈妈要引起重视,如何补充,因而补银主要靠母乳,等断奶后,补食,可添加一些腹心食品, 比如说肉末,蛋黄,米,冻嘎,牡蠣,花生米粉,核桃燃粉等,妈妈一定要注意,不要轻易给宝宝服用补兴的药品, 或多的心会对宝宝造成伤害,慢性心中毒可有贫血等症状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